哈喽 大家好 9月份的房产市场数据陆续都已经发布了 这个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加拿大几大城市的房产市场情况 大多伦多地区房产经济协会的最新报告显示 更高的借贷成本推动了多伦多房产市场的调整 9月份大多地区共售出5038套房屋 销量同比暴跌44.1% 环比跌10.5% 平均价格为1086762加元 同比下跌4.3% 9月份的房价较8月份下跌了2.7% 现在9月的平均售价略低于去年3月份的平均售价 这也是自去年3月份加息以来 多伦多房价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但这次的下降让房价即将跌回两年前的水平 价格较高的房产类型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 他们的价格同比下跌超过10% 公寓是唯一价格同比上涨的房产类型 同比上涨了3.2%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大多伦多地区9月份公寓销售量同比暴跌了51% 新公寓销售达到了19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说明需求出于低谷 市场陷入困境 公寓市场极有可能是下一场风暴正在酝酿的地方 大多伦多地区房产经济协会指出 9月份新挂牌房源同比下降了16.7% 这是自2002年以来 9月份报告的新房源数量最少的一个月 而且在夏季的最后几个月里排回在110万加元以下 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些价格支撑 房产经济协会认为市场可能会放缓下跌趋势 其实房产经济协会期待市场好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们的想法并不现实 事实上更大幅度的房价下跌可能才刚刚开始 因为挂牌活跃房源同比暴涨了47.3% 已经达到13534套 与此同时 安省居民正在加速搬离 仅2021年就有近10万8000名安省居民搬离 今年第二季度 安省的跨省净流出人数为21000人 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数字 更出人意料的是 安省搬离的居民中 居然有15.3%的人搬往了魁北克省 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这也是魁北克有史以来第一次接纳的安省居民数量 多余向安省输出的魁省居民数量 特别是在魁省96号法案刚刚推出不久的前提下 有很多魁省居民对96号法案不满 选择搬离魁省 即使在通过96号法案之前 很多新移民也是在拿到身份后不久就搬到其他省居住 不过这次魁省人口的增长对房产市场的支撑作用并不明显 9月份蒙特利尔房产市场加速放缓 房屋销量为2537套 同比暴跌了30%是自2013年9月以来的最低销售量 回月挂牌房源暴涨44% 公寓中位数价格同比上涨4%为38万加元 单户住宅中位价格同比上涨6%为53万5千加元 普莱克斯中位价格同比下跌1%为68万5千加元 蒙特利尔岛9月份的市场降温更为明显 单户住宅销量为252套同比暴跌26% 中位价格为66万2千加元同比跌7% 公寓销量为483套同比暴跌43% 中位价格为415000加元同比下跌3% 普莱克斯销量为131套同比暴跌46% 中位价格为747500加元同比下跌3% 温哥华房产经济协会的报告显示 越来越多的居民希望出售他们的房屋 但是购房者需求低迷 库存开始上升 9月份的房屋销量为1687套同比暴跌46.4% 环比也下降了9.8% 比9月份的10年平均水平低35.7% 购房者的需求下降导致温哥华的房价下跌 住宅物业的基准价格跌至1155300加元同比上涨3.9% 环比下跌了2.1% 目前在大温地区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9971套同比增长8% 环比增长3.2% 随着房屋销量减少新房源不断涌入市场 库存开始积累 大温地区9月份的独立屋销售量为525套同比暴跌44.7% 基准价格为190万6400加元同比涨3.8% 环比跌2.4% 公寓销量为888套 同比暴跌45.2% 基准价格为728500加元同比上涨6.2% 环比下跌1.6% 连排别墅销量为274套同比暴跌52.6% 基准价格为1048900加元同比上涨9.1% 环比下跌1.9% 搬离安省的居民大约有四分之一前往了阿尔伯塔省 因为阿尔伯塔省八月份的平均房价仅为423879加元 而安大略省的平均房价为829739加元 大部分搬往阿尔伯塔的人选择居住在卡尔加利 尽管人口增长支撑了卡尔加利的房产市场 但是卡尔加利9月份的房屋销量还是同比下降了近12% 销售量为1901套 独立屋销量同比暴跌23% 半独立屋的销量暴跌27% 然而公寓的销量却同比暴涨了23% 连排别墅的销量同比增长了3% 基准价格同比上涨11% 卡尔加利9月份的房产市场数据说明即便是在房价较为便宜的地区房产负担能力也在下降 最近加拿大房产经济协会公布的两年海外买家禁令的信息中没有任何豁免政策不适用于两年海外买家禁令的只有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 因此明年工签和留学签可能都不能在加拿大买房 持有工签和学签的朋友应该密切关注政府即将公布的相关信息 以便尽早做出判断 9月份本来应该是夏季房产市场最火爆的月份 但是高利率给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带来了持续的压力 负担能力恶化最终导致房屋销量暴跌 根据皇家银行房产负担能力指数 在今年第二季度温哥华需要90%的家庭平均收入来支付房屋拥有成本 在多伦多需要83%的家庭平均收入来支付房屋拥有成本 与此同时 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房屋拥有成本分别只需要平均家庭收入的38.8%和29.3% 这导致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跨省移民 加拿大房价银行很早就在报告中指出 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将迎来40年来最大的调整 而调整幅度最大的地区就是房价最高的多伦多和温哥华地区 最近CMHC也大幅下调了住房预测 他们现在预计房价将从峰值下跌15% 本月加拿大央行将继续加息 房产负担能力也会进一步恶化 更大幅度的房价下跌可能才刚刚开始 只有负担能力提高房产市场才会再次升温 而那一天还很遥远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观看再见